而在1号的凌晨,在台九县光复路段则是发生了一起死亡的交通意外事件 一名68岁的老翁在过马路的时候遭到连结车碾壁 至于意外发生的原因,目前正由警方调查当中 由监视画面看出连结车是直接撞上了路过的行人 警方表示这起车祸发生在1号的凌晨0点20分左右 地点位在台九县235公里处北上的车道 当时一名68岁的男子从东向西要穿越台九省道 和南北向行驶的连结车直接撞上免壁 本分局5月1日凌晨10分,接获108安指程 光复乡台九县235公里处有交通事故 经派员到场发现西医台连结车与新人 于该处发生碰撞事故 新人当场死亡,造势理性驾驶 警察有合格驾照,无酒精反应 警方表示远警已经完成了现场的相关收证的作业 可能因为天候不良加上是夜晚视线 看不到所造成的意外 目前全案正由警方调查当中 光复综合报道